亲爱的朋友们,好久不见 我是最近沉迷追剧 不小心咕咕的李酸奶 我在追的双城之战 上周迎来的大结局 你们有看吗 你们最喜欢里面的哪个人物呢 盲猜大部分人最喜欢的是金克斯 最讨厌的也是金克斯 对我来说嘛 最喜欢的那当然还是小蛋糕 嘿嘿,我的小蛋糕 这个小蛋糕既是未对女警的爱称 也是女警用来又补悦到人的陷阱 粉粉嫩嫩 香香软软的小蛋糕 今天我必须吃到 小蛋糕的制作可以简单的分为三个步骤 一,做纸杯蛋糕 二,用奶油裱花 三,成功又补大头 最好在外加一只破螺 做纸杯蛋糕需要准备的食材不多 做法也很简单 可以说是想翻车都难啊 将牛奶和玉米油混合 在动画里未对凯特林说 他们俩就像油和水永远融合不到一起 但我觉得其实更像油和奶 看起来毫不相关 但只要多花些时间 mix一下 就能成为最好的搭档 筛入低筋面粉 为了让小蛋糕更软糯 我还加入了一丢丢糯米粉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分蛋 虽多日未见 但我的分蛋技术依旧是如此的 稳定 还记得刚才做好的面糊吗 先把蛋黄倒进去混匀 蛋白加糖 盐和柠檬汁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 蛋白霜不要打得太硬 这样才能保持轻盈柔软的口感 最后 用翻拌的手法 将蛋白霜与蛋黄糊混合 这样 蛋糕面糊就准备好了 这时如果直接将面糊倒进杯子里 容易把握不好量 就像高中老师 三天的假期 摁塞了十张试卷 这谁顶得住啊 所以我们选择先将面糊倒进裱花袋中 再挨个几斤杯子里 每个杯子只装七八分满 要给自己留点余地嘛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我设定的温度是130度25分钟 然后转150度烤20分钟 哎 烤箱中突然出现了一个 而不对 是一群 一群光头 等光头膨胀至最高点 再微微下落 就说明蛋糕烤好啦 真的好香呀 满屋子都是香甜的气味 快快快拿走 我才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呢 冷静地等待蛋糕放凉 就可以开始裱花啦 300克带奶油 加入细砂糖和香草精 因为女警的小蛋糕是粉色的 所以还要加入几滴食用色素 打发至表面出现明显纹路的状态 裱花是一种艺术性 大于技术性的行为 它的乐趣就在于 你可以自由发挥 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 我做的裱花小蛋糕 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有一种 野性的美 最后 在顶上 安上一颗海克斯宝石 这样 我们甜甜的小蛋糕 就做好啦 终于到了最期待的试吃环节 快来尝尝小蛋糕吧 先来吃一口奶油 嗯 清甜不腻 这就是我能想到对奶油最好的评价了 接着 要像对待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一样 缓缓退去它的衣裳 静静欣赏它的模样 最后再轻轻咬伤一口 Editor 当然 其实 我以后 我以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